泰山尖洞山步道陡峭南新是许多登山客的大魔王 不过由于有许多人反应攀爬起来相当危险 泰山区公所也考量山友的安全 左手整收步道 利用整幕来制作阶梯并装设了扶手 果然得到相当多登山客的夸赞 尖洞山是许多登山客喜爱攀登的地方 在泰山北台宝峰宫地母庙旁的登山步道出入口 由于步道陡峭 加上路面有许多石头不易攀登 为考量山友安全公所开始整修步道 利用整幕制作阶梯并装设扶手 以方便山友行走 我们区长很快的半年之内就把各个登山步道做了 很老现在已经做了差不多有七成快好了 感谢我们的赖青妹议员 以及我们在地的宋平中议员 大家一起几地争取 关理局这边在去年来的时候 就开始跟公所一起来规划整个建东山步道的一个重新整修 目前步道正在整修中 泰山区长谢文祥特别前往视察工程状况 他表示感谢赖秋妹及宋明宗议员的支持 向市府观光局争取经费整修 为结合自然环境工程均以神态工法来施作 结合完成之后我们登山步道的整个地图会串联我们未来一斜坑 鸡头古道 作为我们泰山未来在 新庄板桥 五谷三龙这近郊地区的人应该很好的登山步道 来登山都占不结果 都说步道做得非常好 以前就是有好像生日这个森林 那个简便的方法 工法来做 大家都很赞赏 登山客们对于议员及公所的用心都大呼称赞 完工后将对攀登的山友们安全上加分不少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